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23年6月 湖北省襄阳市王寨墓地 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考古发掘 为配合基础建设 这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与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 对王寨墓地进行的第三次考古发掘 王寨墓地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襄阳素有南传北马七省通渠之称 是汉水流域重要的水路码头 千百年来 这一地区一直是人丁兴旺 经济发达的富庶地区 所以在此前的发掘中 王寨墓地曾先后出土 各类文物一间一间 其中形 方 盘口弧 还手刀等文物 制作精美且时代特征明显 因此 根据以前的经验 在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 执行领队高顺利 依然期待类似文物的出现 然而 没有人能想到 这次王寨墓地的考古发掘 高顺利即将遇到 不同于以往的新发现 埋藏千年的墓砖之上 镌刻着精美的 犹如史诗一般的画卷 随着发掘的进行 考古队员在发掘区域的西北角 发现多座墓葬 这些墓葬紧密相连 不但排列极为规整 而且墓像朝向一致 甚至墓葬中出土文物 也极为类似 这些文物造型独特 陶勇唯妙唯孝 身着广袖长袍 腰束带拱袖而立 温良千功 镇木兽 人手束身 头生独角 背生长刺 上师朱彩 怪蛋不羁 根据这些文物和墓葬特点 执行领队高顺利 对于墓葬的年代和性质 都有了初步的判断 这九座墓葬它排列比较整齐 墓道方向也都一致 出土的文物都是时代差不多 相差不大 所以说我们推测来 它是一个南朝的家族墓 这一发现 让所有队员都十分激动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这些同属于南北朝时期的家族墓葬 不仅规格相差极大 等级之间也极为分明 其中位于整个家族墓前排的 M299和M295规模最大 带有完整的墓道与炫顶 而M298 M304等墓葬却规模较小 以长方形为主的墓室内 空间十分举促 这种墓葬就是说结构简单 规模也比较小 用砖可能就是临时拼凑的 而且用的杂乱无章的 那么这些排列整齐 年代相近的墓葬 又为何形制规格差别如此之大 几座窄小的墓葬 与高等级墓葬之间 究竟是什么关系 如果这确实是家族墓 那么这里埋葬的 又会是南北朝时期 襄阳地区的哪个家族呢 一个个疑问接踵而来 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呢 考古队员从规模最大的M299 和规模最小的M304 两座墓的墓砖上 找到了问题的突破口 299号墓来 它跟这个其他墓的 一个最大的区别 就是说它的圈顶 包括永道的圈顶 跟墓室的圈顶 它都是用这个三顺一丁的 这个结构 这个保守估计 它可能要用8000多块砖 三顺一丁 是砌式墓葬 炫顶时的一种结构 构筑这种三顺一丁结构 需要大量的楔形砖 因此建造成本相对较高 并非所有墓葬都会使用 整个家族墓地中 只有M299的圈顶 使用这种建造成本较高的 三顺一丁结构 高顺利由此推测 这座墓葬墓主人 应该是整个家族中 身份最为尊贵的 然而随着发掘的进行 考古队员却又在M304的墓壁上 发现了多块楔形砖 这些楔形砖 与构建M299炫顶的楔形砖 尺寸完全一致 这与规格较低 形质简陋的M304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规模较小的M304 位于整个墓地后排的角落里 处于整个家族墓最远端的位置 而且不仅墓室狭小 没有墓道 甚至没有任何的随葬品出土 那么M304的墓壁上 为何会使用专门 用于楔顶的楔形砖呢 304号墓来它没有墓道 而且墓室比较窄 这个墓砖来用的也不讲究 它墓壁上它用的一些砖 就可能是其他墓上面 是在楔顶上用的 高顺利推测 M304所使用的楔形砖 应该是建造M299 炫顶石剩余的楔形砖 那么M304 为何要用其他墓葬 剩余的砖建造呢 根据墓葬规格和墓砖使用情况 考古队员有了自己的判断 没有出随葬品 而且人骨基本无存 它这个就是千断的可能性特别大 也不是可能性 就是千断墓 然而考古队员的推断 带来了一个新的疑问 南北朝时期 能修建如此规模家族墓地 这个家族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名门望族 但是一个延续多年的大家族 都有自己的固定墓园 那么固定墓园内怎么会有千葬墓 他们的墓主人 为何一开始没有葬在自己家族的墓地里呢 考古队员将目光投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上 那就是衣冠难渡 西晋末年 八王之乱 近世被迫南迁 造成了空前的人口迁徙 秦 雍 梁等地世家大族 也纷纷南迁 他们越过秦岭 进入汗水流域 襄阳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附数的自然条件 成为北方世家大族 主要迁入地之一 第一个首站的落脚地 应该是襄阳地区 因为它在往南走 不管往南迁往哪 它首先要路过襄阳 但是他们来了之后 与当地人不同的是 他们没有户籍 他们没有户籍 就不能给他分配土地 他就是没有土地 相当于他只是在这生活 禁书《陈地记》记载 贤康七年 十边户 王宫以下 皆正土断白籍 或许王寨墓地埋葬的 正是从北方南迁而来的 一个世家大族 而这个家族刚刚迁入襄阳时 很可能是尚未有土地的白籍 因此无法为逝去家人 修建牧葬 刚来的时候可能没有石土 就是没有土地 它没有办法买到 然后后来有了土地之后 再进行买到 考古队员推测 随着时代的变迁 家族逐渐强大 这才将之前逝去的家人 迁葬在刚刚修建的 家族墓地之内 这也是为何 迁葬墓砖来自最高规格 墓葬的缘由 如果考古队员的推断成立 那么这个家族墓地内 到底埋葬的是哪个 北迁而来的世家大族 考古队员希望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寻找到更多的线索 很快 考古队员就在M297号墓中 发现了一些端倪 M297位于M295 与M299西侧 其实最初在清理M297墓室时 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 任何随葬品 然而没有人能想到 在M297的发掘接近尾声之时 考古队员们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在拆除墓室时 队员在满是泥土的砖石上 无意间发现一处精美的纹饰 随着层层泥土的铺开 一块块的有画像的木砖 穿越千年时光 再次呈现在众人面前 这座木来我们也是发掘了之后 发掘完了之后 在这个拆除木砖的过程中 然后发现这个画像砖的 目前已经发现20块了 画像砖 多用于祠堂 庙雀 墓室等建筑上 是一种带有绘画的装饰性建筑构建 盛行于两汉和南北朝时期 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画像砖的发现 让整个考古队欣喜不已 1984年 在襄阳贾家冲墓地 就曾经出土了南北朝时期的画像砖 2015年 襄阳瑜伽湖一座大型南朝砖式墓中 更是出土上万块画像砖 这些画像砖 与王寨墓地M297发现的画像砖 艺术风格相近 线条流畅 刻画人物栩栩如生 然而同此前考古发现的那些画像砖的出土位置不同 在M297的墓壁上 这些精美的画像砖 竟然被泥土掩盖 与普通砖一起 砌处在墓壁上 这并非是画像砖的正确使用方法 所以说它这个画像砖有可能不是特意用的 有可能是其他墓葬画像砖是用剩下的 或者说是在他们使用画像砖的过程中 一些碎掉的它用来放在墓室里边 若果真如此 墓地内必然还有雕气完好的 带有画像砖的墓室存在 如今整个墓地中只有M295和M299还没有发掘 那么考古队员的推断是否准确呢 随着发掘进行 果然 队员们在两个墓的墓壁与涌道中 再次发现了画像砖 并且这里的画像砖 作为墓葬的重要装饰构建而存在 这些画像砖一砖一图 主题鲜明排列有序 它们与墓室装饰浑然一体 共同构成精巧的建筑风格 进入墓室观看着一块又一块的画像砖 犹如进入到一个美轮美奂的画的世界 这一重要发现 让在场的考古队员惊叹不已 两个墓室中的画像砖 以浅浮雕和阳线为主要表现手法 题材多样 既有丰富的生活场景 也有历史典故与神话传说 折射出独特的南北朝文化 其中高山流水画像砖独具特色 薄牙头戴平金泽 身着胶领袍服 跪坐 膝上至晴 双手抚拨 似于云中抚琴 子漆席地而坐 上身微轻 神态悠闲 这个画像砖是一线为主的 一帽取神 它不注重细节的刻画 你比方说人物 它的脸上的细节刻画的并不好 但是它注重用线来表现它的神态 它是抓住这个人物 动物和神兽的一些动态 瞬间的动态 把它表现出来 在两个墓室的画像砖中 既有体现儒家思想的 郭聚蛮儿画像砖 还有讲述道家故事的 王子乔吹声引凤画像砖 画面栩栩如生 题材丰富多彩 同时考古队员还发现 在M299与M295的墓室后臂 均有一座砖器造型 上下共四层 平面呈金字形 这是南北朝时期典型的佛塔造型 这种几种元素体材 在同一个墓室出现了 就是说反映了这个像地区 如是道三家思想 一个融合的一个情况 这些画像砖作为古代文明的产物和载体 穿越千年时光 刻画着时代特色与文化图景 同时这些精美画像砖也是那个时期 襄阳繁荣的一种物质记录 所以说襄阳地区在这个时期来 经济还是比较繁荣的 然后这个手工业也比较发达 历经千年时光 让人不禁感叹襄阳曾经的辉煌与繁荣 然而这样的繁荣到底是哪个家族能够享用 并把它营建在自家的墓室之内呢 由于连续几日的降雨 墓葬发掘受阻 此时整个墓地除了M295和M299外 其他墓葬都已发掘结束 墓主人真实身份与家族来历 也或许就隐藏在M299和M295之中 随着发掘深入墓室之内 考古队员发现M299、M295均出土有墓制 然而遗憾的是 墓制由朱砂撰卸 经过一千多年的浸泡侵蚀 字迹已基本无存 无法提取与墓主身份有关的信息 墓室的这个棺床的正前面 这个正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这个有一块这个墓枝 原来的话应该有100多个字 但是现在只剩个别几处的痕迹 就在大家为墓主人信息缺失而困惑时 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一块临近佛塔的画像砖上 考古队员发现了辨别墓葬准确时代的限速 我们看这块画像砖 我们看这块画像砖 这个也是在这个就是墓室南壁的最上一排 这里边是一个乐舞图 中年两人队伍左右各四人 这块画像砖刻画了几位或为歌者或为舞者的人物 舞者翩翩 乐者古色 歌者隐行 其乐融融 生动再现了歌舞艳乐 盛极一时的风流情致 整个画面构图美妙 人物栩栩如生 《乐舞图》它视为这个西区以歌 西区是南北朝时期 就是流行于这个荆州襄阳地区的一个民歌 然后梁武帝来就是说对它进行了改革 就是王寨画像砖它这个图像反映的这个内容 它应该是梁武帝这个乐制改革的一个结果 那么代表梁武帝乐制改革的画像砖 出现在墓葬之中 至少墓葬修建的时代应该在梁武帝之后 墓葬的时代由此缩小了范围 同时另一块画像砖和墓葬内出土文物的相互对应 则让考古队员开始寻找到墓主人身份等级的蛛丝马迹 这是一块捐刻有牛车出行的画像砖 画面主体为牛拉着一辆车出行 车车轮高大 牛蹄高抬 牛车前后各有一名随从 四周有一层漫杖 装饰华丽 自仙景起 车马一直是统治者和贵族的身份地位以及财富的象征 然而画像砖中的车为何要由羹牛来拉 牛车出行体现了墓主人怎样的等级地位呢 牛车驾行 用牛拉着一辆马车去出行 这个时期就是因为马马是一种站马 体财比较少 那么普通人包括一些这个文官出行 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我驾个马驾个牛车 然后拉个车我坐在上面就去上朝了 由此可见 在南北朝时期 牛车出行或许正是官员身份地位的象征 与此同时 木葬之中出土文物也给出了对应 考古队员在M299的众多陶俑和名气之间 发掘出了残破的牛车 车厢散乱 仅存车顶与木轮 拉车之牛则憨太客驱 肌脚向内弯曲 双眼圆征 似要昂首前行 陪葬文物与画像砖的高度吻合 让现场的考古队员十分激动 埋藏千年的画像砖与模型名气 一起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 牛车出行就这样以名气陪葬在M299墓葬中 这或许正是牧主人生前所享有物质生活的直接体现 南奇书《渔福志》中记载 游落摇车 上书令 中书 散骑侍郎 接驾一牛 朝旨所成 这也就是说 这些等级的官员都可以乘坐牛车 那么M299墓主人生前 会是这其中哪个等级的官员呢 一块画像砖上发现的文字给出了答案 我们看这块画像砖 这是在299号墓的墓壁的南侧 一人齐人 前面有四个人 应该是个乐队 发像砖的右侧 有绑题 绑题的名称是五鹰直郎 五鹰直郎 这是发掘至今整个家族墓葬中首次发现的文字 五鹰又称五生 而直郎则是南北朝的一个官名 直郎应该是一个官名 它应该是一个充值散骑侍郎的一个圣称 就是相当于一个简称 所以说是它有这么一个滑像砖 说明啥呢 说明它这个身份应该是不低于五品官的 通直郎 是东晋开始设置的有官名而无直视的官称 这正是世家子弟初入仕途的官职 这些都和考古队员的推断逐渐吻合 为了进一步确定务主人身份 考古队员将悟光投向务室内散乱的人骨 体制人类学家小心翼翼将这些遗骨取出 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 根据这些骨骼 体制人类学家判断 这两座都是夫妻和丧墓 那我们在295和299两个墓中呢 都分别区分出了两个个体 在295中呢 那么这具男性个体呢 它的骨骼保存的一般 由于M295骨骼保存较差 只能通过牙齿磨损程度 与骨缝的愈合程度来判断 死亡年龄在40到45岁之间 而M299男性的骨骼 则相对完好 并且通过骨骼的细微观察 体制人类学家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可以看到299这个男性个体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些肌肉的 附着的这些极限呢 都非常的发达 说明它的肌肉非常的强壮 有一定的这个力量 这个299的这个个体呢 比它要粗壮很多 就是它的这个身材 这个身材上身高上 都比295的要高一些 M299骨骼与肌肉都更加强健 让考古队员有了一个大胆推测 M299的牧主人 或许是当时的一位将军 随着清理发掘的进行 相继出土的文物更加证实了考古队员的推测 在这个牧师接近这个涌道口的这个地方 有两家器物 一件是这个就是武士涌 它原来应该是整理在这个 涌道口的这个 跟这个牧师交接的这个位置 另外一笔应该是有一个跟它相对的 两件彩绘武士涌相对而立 手中似握有兵器 头腕圆形发际 外披铠甲 身穿胶领又刃长衣 威武之气 越然而出 在整个家族墓的出土文物之中 有很多陶俑 但这一组武士俑 却是M299独有的 由此 考古队员推测 M299牧主人 生前可能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南北朝时期 朝代更替平凡 战争连绵不断 而襄阳恶守江汉平原咽喉 更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南北朝时期 它是一个南北军事对阵的前沿 这样的话就是说 襄阳地区它经常发生战争 考古队员推测 或许当年M299家族南迁襄阳之后 历经战乱 最终是勇武有力的M299的牧主人 在频繁的战争之中 逐渐展露头角 终于在拥有一定财力 与社会地位后 举重金修建家族墓地 并用造价高昂的画像砖 装饰墓葬 也因此M299是整个家族墓地 等级最高的墓葬 将代以后的南朝大将 而牧散规格相对较小的M295的牧主人 很可能是M299的直系亲属 或许因为M299牧主人的地位 M295也可能是南朝官员 沿着这个思路 一个重要家族出现在唐古队员眼前 我们翻了这个襄阳斧制 就发现这个有一个叫柳霞的 柳霞是河东柳市 就是现在山西地区的河东柳市 是那个施加大族 它是东晋的时候 就是随于这个近市南迁 迁到襄阳 然后市居襄阳 来自山西的河东柳市 或许正是这个家族墓地的牧主人 然而就在考古发掘接近尾声时 另一件突然出现的文物 却几乎完全推翻了 考古队员之前的猜测 在M295关床的最后清理中 出土了多枚秀实严重的钱币 经过清洗和踏片 钱币上的文字逐渐清晰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这些钱币之中 除了南朝使用的五株钱外 居然还有另一种钱币 布权 历史上来有两种布权 一种是这个王莽天凤六年 始祝的这个布权 另外一个就是北周保定元年 就是公元五六一年开始祝的 根据钱币上的字体 考古队员发现 这枚布权钱 竟然是北周五帝时期所住的钱币 一座典型的南朝风格墓葬 为何会有北周钱币出土 莫非此前考古队员的推测 全部都是错误的吗 这一切或许与南北朝时期 襄阳地区疑似重要的历史变动有关 襄阳 襄阳是南朝齐梁两代 萧氏的龙兴之地 对于萧氏有着无法替代的战略意义 今天 襄阳博物馆所在地的昭明台 就是对当年 出生于襄阳的昭明太子 萧统的纪念 南朝齐梁这个时候 萧氏大部分都是以太子 或者是说王氏的重要成员 来镇守襄阳 然而公元549年 镇守襄阳的南梁皇族萧查 因布满梁武帝将皇位传于叔父 于是投降归赴西魏 襄阳由此独立在南朝之外 然后公元557年来 就是说北周代西魏 所以说这个地方又属于 北周的一个版图了 考古队员推测 或许正是这次历史的变迁 使得北周前壁出现在襄阳地区 又被埋藏在M295牧丧之中 而这样的变迁也影响着 那些南迁的世家大族 时代再一次拨弄着 这些门法子弟的命运 北迁的这个北方的这个 原来的大士族是吧 他认为就是说继位的这个南朝 他们把它分为正统 然后消查这个富于魏 富于西魏了之后呢 建立了西梁 西梁呢他们觉得就是说 已经属于附属国了 就不再是正统了 他有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认为 柳霞这个人呢 他辞官了 命运就这样 在时代的过行下跌宕起伏 M299牧主人很可能有着 与柳霞类似的人生变化 虽然这些更多是一种推测 但M299号牧中 另一块带有文字的画像砖 或许可以映照出 牧主人生前的威严 与内心的失落 这个应该是一个吃鱼出行的 后前这个侧边左边还有 右边还有字 小鱼大驾行 小鱼大驾行画像砖 生动刻画出一幅贵族出行的场景 其中小鱼本义是王室使用的轻车 而仪仗规模最大者为大驾 如此反差捐刻在一起 这或许是一种繁华落尽的写照 身处乱世再也不能回到北方 只能轻车简从 聊以自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时数月的王寨墓地考古工作 终于画上句号 但由于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 还有更多未解之谜 等待考古专家的研究 而这些跨越千年的画像砖 则犹如时代的史诗 以高度凝练的笔触 简单清晰的线条 充饰着饱满的生命力 和捕捉的野性 向世人讲述千年前的传奇往事 映射了动荡时代的悲欢离合 画像砖 这一极具特色的艺术作品 在一方小小的空间里 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波澜壮库 承载起一个大千世纪 如同一本规模宏大的史书 一首家族命运变迁的史诗 在《无声》中述说着时代更迭 人世沧桑 社会风貌 和命运变迁的往事